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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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设一个格棉 而且有瘦花图案的杯箭 非常简单,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我们利用PE Design 10 内置的图案 今次我选了这一款图案 把它放在10x10cm的角度 再把它放在USB 上 再下一步,我们就用这个USB 放在E 车上 再拿出图案 调好所有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其实今次我用了面布 中间是5mm厚的夹棉 和一块薄的棉布在底 因为今次的瘦花图案非常简单 很快就已经瘦好了 我们很小心地拿出秀花图案 之后就画四条边 10cm x 10cm 剪走多余的布 再下一步,我们就预备包边带 我们在边边摺一摺 之后就在杯箭的中间这个位置 固定好 先车一行线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技巧 跟着线的摺位 一直车就可以了 之后我们就抽这个杯箭出来 就像片那样 向上摺一摺 再向下摺一摺 之后就在这里车一行线 之后我们就准备摺第二个角 如果大家是新手车包边带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一些比较阔的包边带 是会比较容易摺和控制的 很快 我们现在就要摺第三个角 跟之前一样 都是向上摺 再向下反过来 固定好位置 沿着这个摺边 车一行线 现在我们要车最后一只角 摺的方法也是一样 向上 之后向下摺 重叠在最开头的包边带 车一行线 下一步 我们将这个包边带 向后反 四边都是这样做 之后我们要整理一下 前面和后面的直角位 我们可以用大头针 或者夹子固定位置 刚才提过 如果新手的话 是可以用一些比较阔的包边带 不用像现在这样 要慢慢用手指头 去整理好那边 越幼越难车 如是者四边都是这样做 我们固定好四边之后 就可以做下一个步骤 固定好四边的位置之后 沿着四边 车一行线 完成了 一个有瘦花图案的杯箭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而且也非常实用 多谢大家收看 未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